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現在位於廣州三遠里地鐵站的A1出口 從A1出口一走出來就是月橋大廈 今天就是我們一班老友在2024年的第一次聚餐 在月橋會的一樓是大都市鞋城 喜歡買鞋的朋友不妨可以進去逛逛 今天我們聚餐的地方就是在月橋大廈的五樓 客頂私廚 真品粵菜 將客家菜以真品粵菜的方式來演繹 你們有試過嗎? 一走來客頂你就可以感受到濃濃的客家風 客家涼酒 客家牛海花生 還有隨處可見的客家圍屋裝飾畫 在月橋大廈附近有眾多鞋城和服裝批發的商圈 還有全國酒店新品牌雅朵 消費人群來自五湖四海 今天我們十二人坐最大的房間 每一位餐具都備了工筷和絲筷 坐房間的茶位就是十元雞一位 賦予醬 另外拿來點羊肉 小食三拼 送味蘿蔔 鹽焗鳳爪和脆口醬黃瓜 三個器皿看起來好像青花池 擺盤用了不少心思 牛海花生是客家特產 有入口香脆 素而不醋的特點 朋友醉餐又怎可以沒有味道相伴 今天我們喝的是客家涼酒 涼酒是黃酒的一種 我喜歡開紅酒 客家涼酒是客家人最經常飲用的一種酒 入口味道順口有利於活血養血 最適合女士飲用 首先上來的就是青湯羊 在冬天的時候 廣東人真的很喜歡吃羊肉 而青湯羊的這種做法 很多其他檔口 都是事先把羊肉壓熟或是煮熟 接著再放入青湯裡滾 在客頂施廚這裡的青湯羊 是直至用新鮮 事先沒有加工過的羊肉 灼水之後放在青湯裡生滾 這樣生滾出來的青湯羊肉 和事先加工過的羊肉 做成的青湯羊 味道上當然有差異 這樣生滾出來的羊肉 吃入口的時候會特別香 當然這樣生滾羊肉的時間 就要久一點點 起碼要滾40分鐘以上 新年第一餐最餐 新年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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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時的青蒸生蠔和蒜蓉蒸生蠔 吃得多了 今天就試試這個 芝士芥末醬焗生蠔 生蠔上桌時已經熟 接著再用火槍加熱芝士芥末醬表面 所用到的蠔是蘸光生蠔 要為我家鄉的生蠔做代言才行 每隻蠔都非常大 芥末醬和生蠔一起入口 生蠔的鮮甜嫩滑 和芥末醬的辛辣一起在口中交融 清湯羊入面加了很多粟米和蘿蔔和馬蹄和紅棗 還有竹蔗、檔森 這口羊湯真是超級正 這樣生滾出來的羊肉 肉質真是鮮香很多 看到這煲清底的清湯羊 就知道這煲清湯羊有多受歡迎 今天吃青菜的方式亦語種不同 雞湯鮮蘿蔔苗 這煲清湯是用老雞和雞架一起熬出來的 蘿蔔要客人吃多少就自己錄多少 菜用的是自作錄菜的形式 招牌海參魚頭泡飯 這個菜品我們都是第一次嘗試 魚頭海參泡飯 濃湯底 滾著大魚頭和刺心 正確的食法就是滾著吃魚頭 等醬汁滾到稀少少的時候 接著就把醬汁淋在飯上面 吃的時候就把飯和醬汁一起拌勻 雞湯浸蘿蔔苗 想不到蘿蔔苗是這麼亂的 浸完菜之後 一口雞湯也是可以喝的 黃金脆脆一口蝦 整個擺盤非常吸引人的眼球 所有人的手機都對準了它 最外面灑的是七彩蜜片 然後就是炸過的蝦球和芥末醬 最底層就是蝦麥瓜 吃這個蝦球要趁熱吃 表皮才會脆 雜星菠蘿咕嚕肉 將菠蘿切成了猩猩的形狀 咕嚕肉所選用的是豬頸肉 豬頸肉的特點就是脂肪含量均勻 肉質鮮嫩蒜甜適中 花膠金湯聖瓜 上桌的時候好貼心 用辣慶著上 脆皮叉燒拼白香果汁 吃一口叉燒就喝一口果汁 這樣吃法特別清爽 金湯花膠聖瓜和野米 俗語就有話一碗花膠湯 菜鍋貴婦箱 吃完之後即時元氣滿滿 嗯 這是什麼來的 說一下 粉紅檸檬特調氣泡水 用新鮮的檸檬汁和花蛇老汁 調出天然的粉紅色 再在裡面煮入二氧化碳 這樣就是一杯特別的粉紅檸檬特調水 紅酒牛尾 紅酒牛尾 上桌的方式也挺吸引人 牛尾是牛身上的一塊活肉 肉和骨的比例相同 紅酒經過燉煮後 酒精揮發 留下的就是香醇的味道和紅鹽的色澤 最後的單位是芝士芥末醬小米糕 有一半有醬有一半沒有醬 2024年的第一次聚餐 12個人一共消費2542元 客鼎師廚真品粵菜 在這裡真的可以領略到不一樣的客家師廚 今天的視頻 2024年同朋友的第一次聚餐 客鼎師廚真品粵菜 就跟大家分享到這裡 我喜歡分享我生活中的點點滴滴 如果喜歡我的視頻記得關注我 多謝你們的支持